时尚行业是很多人羡慕的职业 但是背后付出的努力和竞争压力是外人看不到的 梁秋玉这次为大家介绍 湾区华裔女时装设计师Jesse Liu 刘洁的故事 在中国山东出生长大的刘洁 Jesse Liu 曾到加拿大多伦多留学 之后从事会计工作 2008年移民来到旧金山后 却又选择进入旧金山艺术大学攻读时装设计 她说自己从小就喜欢艺术类的东西 刘洁取得时装设计硕士学位后 曾帮助一些大公司做设计和制作 直到2014年才首次推出自己的品牌 Jesse Liu Collection 创作灵感其实从生活中的一点一滴 也都会得到灵感 比如说一种形状一个氛围 然后一种心情都会拿出来当灵感 平时会多去看一些博物馆 museum的一些展览什么 从中都会多多少少得到很多的灵感 然后平时也会比较关注一些 时尚方面的杂志 然后新闻流行趋势这样的 然后多种元素结合在一起 另外刘洁也会经常去布料展和时装展 也会参考其他设计师的创作 收集各种创作元素 她还参与过VRO Woman的设计活动 希望自己设计的服装能给女性带来更多自信 作为一个女性设计师 我只想帮到其他的女性 让她发觉自己更美的那一面 我觉得自信对于女性来说非常重要 其实每个女性都有她自己美的一面 只是呈现在不同的可能程度上 但是如果一个女性拥有自信的话 会在你的不光是工作上 还有婚姻生活上 都会起到很大的帮助 我只是尽我的权利去帮助更多的女性 让她们发现自己的美 然后让她们更有自信的去生活 而一件衣服从无到有的过程是怎样的呢 我会选一些布料 然后把它们放在一起 怎么样找出这样的一个感觉 然后色彩搭配 布料搭配 再加上一些灵感 然后我们就会做一个像这样的心情版一类的 然后把所有的元素放在一起 就开始做一些手稿啊什么这样的 然后再从二维的 再把它放到三维去做打板啊 然后试板啊 就其实一个过程还蛮长的 从一个纸上弹并到真正的一件立体的衣服 其实要经过大概两三个月的时间吧 刘洁认为 衣服除了有特色也要穿着舒适 流行遗迹的服装如果用料粗糙 不仅浪费 而且也给环境造成污染 已经有两个小孩的刘洁说 做时装这一行兼顾家庭不容易 他会尽量抽时间参加孩子的活动 而更主要的是他已觉得自己对事业的热忱 已大于身心的疲劳 我们这行就几乎是每天可能都要工作15个小时左右吧 做我们这个行业 对 真的是其实蛮辛苦的 好多人可能觉得做服装设计 好像都是只是比较光鲜亮力量的 Dress Barbie 道什么的 其实真的是背后都是很多的这种很繁琐的事情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工的感觉 对 就是你在台上看到模特走的那两分钟 其实背后要付出很多的薪水 甚至是一个团队的几个月的工作量 Jesse Liu品牌的衣服都是在美国制造 他的未来希望就是可以让自己的华人品牌 迈向国际化 同时增加配饰品的设计 26台记者 梁秋玉采访报道